悲情牧帅含泪鼓掌疑似谢幕,球迷怒喷,伯格巴呢,跪在看台前面谢罪英超联赛第三轮焦点大战,曼联带主场持辱性的领导三叔给了热刺,赛后退场阶段,很多现场的曼联死中球迷依旧不离不弃,纷纷站立鼓掌给球队支持,而主帅牧里尼奥也很礼貌地回应了球迷的热情,如图所示, 木帅夹着曼联对灰围巾,走进球迷看台区球迷,频频点头,向球迷表达了感谢,穆里尼奥鼓掌了很久,很用力,看眼神,像是羡慕,或许又是,这是穆里尼奥在告诉大家要高昂头颅,没什么能击垮红魔,眼前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输球没关系,丢掉了红魔的气质才是最可怕的,真的心疼木帅,以前他都是提前离场的,现在他的内心是多么需要球迷的支持,上半场的曼联打出了近年少有的全攻式足球,但是无奈下半场方寸大乱六神无主,被打回原形, 但被打了体育支持曼联,支持穆里尼奥这场的战术,控球率,传球次数,成功率,射门次数全面压制,曼联的缺陷就在于进攻球员技术粗糙,缺少一脚出球能力,后防又时长短路,的确红魔曾经辉煌至极,但如果躺在过去的荣耀里不去正是和曼城切尔西这十年间拉开的差距,结果或许就是下一个阿森纳,喊换帅的, 喊目不会进攻的,我就想问一句,这五六年,你们看过比这场更好的上半场吗?热刺直到四十分,终还是零射门,但人家的防线抗住了压力,而曼联呢? 看到凯恩和卢卡斯,用个人能力KO雄斯斯莫林时,你们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萨奇马的身上吗?没有好的防线做支撑,打对攻,就是今天的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刮花了两亿去买防线,就像没有绝对力量支撑的格斗技巧,都是花拳袖腿一样,当你的中卫不具备1v1的能力时,打对攻就是作死,请老老实实低位防守去打反击,看清自己的阵容实力, 明年这个时候,如果把轮,斯莫林,琼斯还是主力的话,如果东窗就没有远见的把木潮,乐继续活在梦里的话, 曼联依旧很难翻身,有曼联球迷甚至说,穆里尼奥都知道向球迷鼓掌致谢,伯格巴却像智障一样怒吼哀振伟,请伯格巴跪在看台前面谢罪, 对于本场比赛曼联的发挥,以及穆里尼奥的临场指挥,你有什么想说的呢?